10月23号 辣妈蔡绍芬以代言人身份出席奶粉活动 第二年代言该品牌的埃达笑颜省了不少奶粉钱 虽说蔡绍芬是开玩笑的称要人送房 不过24校好老公张竟立马实践 送埃达价值千万的豪宅凯旋门 省了奶粉钱赚了安乐窝 辣妈蔡绍芬的生活可是相当的幸福 近日TVB传出将要制作整名真言秀节目 埃达更是毫不隐瞒的职业对节目充满期待 看来辣妈的生活真的是以时代接轨 一点不乐人后啊 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观众跟一个演员我当然觉得如果在那个娱乐圈里面有更多的台有更多的那个死产的需要人的减选的话呢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那个世界如果能够活平的开心的去处理所有事情的追寒 看到蔡绍芬如此期待 要是哪天节目没法如期上档 恐怕皇后娘娘又得大呼 臣妾做不到了吧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та papier faith 说 Srila